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下用身体放上球 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一次产断 徐昕也表达自己 对说我没收入啊 用这个算怎么算的胯呀 还是肋骨里边撞的你 碰到你 那意思就是我拿这碰到你 不是拿脚 并不是有意的 对 其实从今天徐昕的首发也可以看到哈维尔的一个意图吧 他这场比赛卡龙打不了 卡龙是一个边风踢法呀 他换了一个中场后腰上来 徐昕 蔡慧康和买提江首发的话 那可能要考虑中场的拼抢和防守 对 也是力拼中场 没错 他毕竟还是忌惮泰山在四方西上之后的一个良好的状态 包括上一场球队在主场4比1大成的亚太 他多少会考虑到这方面的一个因素啊 对 而是你中场失控以后 给了泰山的更多的这种传终的机会 那弗莱迪这种特点发挥的 你很难去限制成 是 所以尽可能要减少这种泰山的边路传终 从这场比赛目前的站位来看的话 买提江好像踢的右边前卫呀 他和吕文君两边 奥斯卡前腰 乌磊在中间 好像这么站的 但不看买提江他的位置 他是一个内收型 就是我们老说那种内收的边前卫 更多的是中场的组织 可能防守是在边前卫的 但进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出现在中场 所以这也是进攻和防守完全不同 对买提江完全不同的要求 你看他现在呢 球倒出来之后 就是两个后腰徐昕和这个三位上了 但一旦中场倒不出来球 那买提江就回来 对 因为买提江特点 他缺乏这种速度和一对一突破能力 但他的组织能力 吃球能力很强 对 这边是逼得海港尝试一次长传 球出的底线 张立鹏 张立鹏的上一场比赛对这本机关并没有出场 他当时是累计四方停赛了 这场比赛解禁复出 莫伊赛斯 今天的位置也相对比较靠前 和菲莱尼两个人在封线上并排站 球队基本上相当于个442的阵型了 刘宾斌呢和陈朴是分局中场的两侧 然后腰的位置呢是李源一 还有 料理声 嗯 有点像4141 嗯 而且这个料理声的位置啊 我们看 先开始 这个长传奥斯卡 对 我们看 吉祥回来防守 我们可以看比赛 基本上奥斯卡身边一定会出现料理声 嗯 因为这个球阳机是要非常醒的那种人丁人打法 嗯 李帅传中没过去 这个球刚才刘宾斌在边路传球传刺了 哎呦 莫伊赛斯漏球失误了 徐欣想过人没有成功 中场二点买提江 球买提江今天状态是太好 他和蔡毁康啊 这是哈维尔重点提拔的两个本土后腰啊 这之前已经几个赛季就几乎没什么位置了 买提江还好点 蔡毁康就打不上什么 比赛 嗯 看这球乌磊 乌磊往前带 再三眼左上 李帅有机会 李帅左脚射门 被铲了一下 这是来自吉祥的封堵 刚才还是吹越位 尽管越位 但刚才乌磊这次非常隐蔽的传球啊 很有想法 我看这个球 隐蔽性非常强 是的 吉祥的一次防守啊 泰山后卫先还是比较稳定啊 贾德松现在还在停赛期啊 他即便不停赛的话 以他今年的一个状态和稳定性 也很难 我觉得挑战正轮和时科的位置 他可能也就是轮换 今年正轮和时科这对终于搭档表现是相对稳健的 现在关键还是看辽里生限制奥斯卡这一点 能不能限制住 嗯 这也是崔刚才我们看 辽里生几乎就是出现在奥斯卡人定人 对 不管你奥斯卡去哪 我就跟你对此 对 所以这一点非常关键 你看现在画面里面没有辽里生 他就跟着奥斯卡 奥斯卡很聪明 我们看他已经顶到最强头了 就是把辽里生带走 中场形成很大的真空 我们看 看奥斯卡在抢头球呢 对 所以这个空间就要让徐欣跟 好球 无量有机会进去里面捅射 王大雷 立下奇功 这个球的徐欣中场一脚直C球打穿防线 无得进去里面面对王大雷的一脚脚尖的捅射 还是被王大雷化解了 对 所以我们看奥斯卡走了以后 整个中间这个空间就让 满提江 还有徐欣来利用 所以这个就看中场啊 李源一啊 包括毛衣赛斯 对他们的这种限制到不到位 那你这么一看的话 这哈贝尔这战术安排的挺成功的 对吧 他今天上徐欣 因为徐欣确实有传飞球的能力啊 这开场之后这个战术效果还是打出难了 徐欣他那种持球啊 包括他的传球能力非常强 现在目前在中场上明显感觉台山队是 发挥不如海港队 对 对 刚才又是前场断球的 没有能形成快速进攻啊 王申超 刘洋呢 今天依然是出现在球队左后位的位置 一点球 菲莱尼 卸下来 右侧 转移 稍微慢了一点 被奥斯卡挡了一下 刘宾斌 投球想蹭给队友没有成功 李帅 面对吉祥 先给身体 吉祥把球抢回来了 很聪明 冰冰呢 也是先护入位置 造成李帅的犯规 最近李帅呢 也是连续的首发 而把李文君的位置呢 推到了前场 赛季出呢 李文君呢 一直是在左后位的位置上打主力的 长城就掉起来 菲莱尼 投球蹭了一下 麦蒂江 好球 面对三个人的防守 球还是丢了 泰山抢得非常漂亮 李元一给到左侧 刘洋 正中 石科 石科那也是面对救主 他在海港效力六个赛季 然后来到了泰山 这边抢断了有机会 刘宾斌带到进区里边 但是这种球呢 应该先让进攻完成吧 助理裁判 可能是比较自信 对 摩伊塞斯也示意啊 我们看 摩伊塞斯非常激动 就那意思 加上你说一样 应该让我们先进攻啊 这个球 应该是越位的 但是 原点是有王胜超的 明显越位了 对 助理裁判应该是非常自信 所以说第一次先举棋了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越位 吹也没问题啊 就是现在规则要求就是这样 你如果助理裁判足够自信 是可以第一次先吹的 好球 江湖太转出来 买提江 左脚的外脚背 又是一个穿身后 今天这种球已经打了第二次了 效果都很好 又是王大雷的出击 这场比赛如果海港一直这么打的话 王大雷会挺忙的啊 对 徐一新和马提江两个人各一次啊 非常精妙的打防线身后的直C球 现在我们看泰山防守啊 因为他人盯人 所以我们看他整个阵型 就是没有那种固定的这种阵型 所以现在汉奥斯卡很聪明 他会选择一个把料理生带到这个整个 防线非常空虚的这么一个位置 嗯 所以这时候我们看 又忽了 对啊 又把料理生带出来了 所以现在整个泰山的防守非常被动 对 所以这个就是奥斯卡 我们看他没有拿球 但是他的每一次跑动啊 都在去阅读比赛 嗯 我们看 所以崔芳西上踢法的球员适应起来 其实他有时候也不舒服啊 就是对 就是而且在海港队 他的格能力跟你比拼 我又不差 对 可能我很差的情况下 你这种人丁人战术 我会占不到任何优势 我们看现在买提江跟李元一的队位 其实李元一也是非常吃力的 对 包括吴磊的回收 他回收以后 中场占据了这个奥斯卡离开这空间 嗯 但是中文又不敢跟住 所以现在我们看泰山的防守啊 感觉有点 互相之间啊 没有形成默契 对 也很难形成默契 刚才有个球很有意思啊 就是奥斯卡到中线了 对 然后料理生跟到中线了 然后料理生回头一看他说 中场是空的 他想回 他一想去高级让我跟着奥斯卡 我怎么办 他必须要跟 这是战术距离 如果他不跟 可能枪就要把他换了 对 所以他犹豫吧 他本来想退我看他 结果一想啊还是得跟着 所以说奥斯卡很聪明 对 就是如果一个教练看 这个队员非常棒 但这个时候买提江啊 包括甚至参加上乌磊 我们看可以会出现在这个空间 嗯 迅速形成真空 可以直接打泰山在整个后方线 嗯 前掌右侧的任意球 这场比赛定位球对于神采山人说非常关键啊 可想而知的是 在空球方面 他们今天不会太主动啊 但是这种定位球的机会 一定要好好把握 海港本身今年的防空就存在一定的问题 辽理生来看 辽理生 右脚开起来 打到后点 点不错 菲莱尼 漂亮 菲莱尼力压蒋光泰 把球顶偏了 这个球呢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这明显是一个战术的设计 就是辽理生直接兜后点 前后点 对 从后点我们看 防好菲莱尼啊 是非常困难 因为后卫才退防 对 菲莱尼在迎着冲 差一点点 稍微打了一点 菲莱尼即便年岁已高啊 但是依然是中超的绝对第一高空球选手 对 蒋光泰已经算最顶级的身体条件的后卫了 依然是对菲莱尼没办法 这种身高上还是差距比较大 我们现在出精彩八大神第二题 上不场剩余时间内 规划球员费难多 蒋光泰能否参与进球助攻或造点 A是能B是不能啊 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精彩八大神的互动啊 去领奖品 这个球是山东泰山在后场的一次背后犯规啊 海港队员认为应该给牌 但是这个位置王哲很难掏牌 蔡惠康 张丁鹏 吉祥也压上来了 对 左侧李帅 刘冰冰跟得非常紧 李帅没有机会转身 再回敲 吉祥是跟李文君是吧 嗯 他还是跟李文君 十颗 这边买提将有犯规 王哲第一下没响哨 正正大脚踢出来 刘洋大脚踢出来 中场线李元一 回敲一下刘洋 刘洋打身后 长传 传的 稍微偏了一些 行创期在生化的时候就是很大 他带你们夜市跳战术是吧 对 我们还没有比赛到这个程度 但是他会强调 人盯人这些东西训练的时候 就是盯住自己的人 他这个确实算一股清流是吧 现在这么打的教练不是特别多呀 以前可能很早以前这种打法可能很流行 就贝尔萨嘛 对 但是 现在可能这么踢的相对少 就是局部人盯人 可能还是有位置 位置这种区域防守 但可能说泰山现在我们看基本就没有区域 全是人盯人 就甚至可能时刻钉乌磊 乌磊跑到自己的进去 可能乌磊那个时刻要跟出来 对 所以他这个 你看现在就是吉祥盯着吕文君啊 吕文君到哪儿 吉祥到哪儿 对 我说刚才怎么吉祥怎么可能会抢到前场那么 那么靠后的位置呢 他是跟这个吕文君跟出来了 所以但是 这个 确实如果 海港队出球够简练的话 一脚两脚一脚两脚 可能作为泰山队人盯人是非常困难 而且很容易把自己身后的空当 大片空当留给海港 我们看 反差 奥斯卡来了 奥斯卡直接胜 就是他这种防守 但是看着后场是很空的呀 就是三思个人 而且我个人认为 这个料理生钉奥斯卡是盯不住是吧 很难呢 他这次啊 奥斯卡跑位 假装我身前跑身后 突然一搬跑 就是 他的这种球伤 我们说你想去跟他去比拼 因为你踢的级别不一样 他是踢过英超 踢过视野位的 所以他对于场上的这种预判啊 空间的利用啊 肯定是要高一个档次 甚至高两个档次 刚才这转播给的也很专业啊 正好是给了一全景 看到了奥斯卡整个跑动的过程 他如何骗掉这个料理生呢 就现在这种防守策略 对于奥斯卡来说 可能他觉得是非常 就是非常享受的 我可以不断的去发挥自己的这种 求伤的优势 我觉得紫阳西主导 他还是觉得泰山队的这种球员异度 泰山的前场任一球啊 位置 相对是比较 高后一些的 但是对他们来说 已经进入了攻击球门的这个范围 料理生开起来 打到前点没过顶 李文君顶下来二点 奥斯卡向人就封过 这边有一个对抗 吹了料理生的犯规 王哲过来 要给料理生口头警告 你现在确实对于泰山的定位球啊 是一个很好的这种进攻方式 嗯 必须有菲莱尼在这种高点在进去 确实有一个推人的动作 料理生呢可能也是怕转身追啊 这球来不及 因为奥斯卡已经启动了 所以说选择了一个犯规也没问题 张连鹏 李文君敲一下 莫伊赛斯顶给菲莱尼 莫伊赛斯扯边 菲莱尼给莫伊赛斯 蒋光泰给了一个对抗 吕了三辈员并没有吹犯规 引发了现场球迷的不满 他们可能认为这个球呢 和刚才料理生的动作是有点类似的 对因为现在菲莱尼停在 踢前场和可雷桑踢前场完全不一样 可雷桑他是具备反击 甚至向前突击的这种能力 而且非常快 但是菲莱尼并不具备这种特点 他可能更需要队友啊 这种整体上押上 寻求这种边路传中 或者似乎叫传中 然后 包括二点的这种包抄 他去一点的百度 所以现在台南队这些做的并不好 所以没有发现出菲莱尼的特点 借外球奥斯卡来扔 徐欣想给奥斯卡没有成功 绿宾边回敲一下 这个球台湾员是吹了 徐欣的一次犯规 再看一下 借外球出来 徐欣抢球的时候呢 是踩到了 廖里生确实一个积极实实的反规啊 廖里生这种队员 崔晓晓应该是非常喜欢 嗯 训练的时候就非常勤勤恳恳 态度啊各方面跑动非常积极 嗯 基本上比赛下来 如果看数据 廖里生应该跑得非常多了 对 泰山的踢五行呢 可能刚才找第四关投诉 是因为这个球的亮鞋底了 也踢到了廖里生的脚踝啊 应该给他黄牌 但是没给 这边王大雷和奥斯卡还在聊 这他俩每次好像 比赛遇到互动都挺多的啊 他和奥斯卡 王大雷 大脚开出来 看个一点球 中场的二点 廖里生顶给吉祥 吉祥回敲一下 时刻直接打长的 张立鹏头就顶到中场 再抢投球 徐欣给左侧李文君 李文君往前顺 奥斯卡露得漂亮 乌磊 这个叫奥斯卡脑后掌眼啊 乌磊一队一面对时刻 乌磊那些横转 再塞 乌磊有机会 乌磊的左脚 这一下呢是被抢先补防的郑争 解围出了底线 非常精彩的一次防守 老将郑争 经验十足啊 已经提前洞察到了这个防线的空灯 嗯 现在前场乌磊踢得很活啊 我们看他的这种 这楼球太漂亮了 对 这料理声确实像你讲的 跟奥斯卡太吃力了 对 反应有点慢感觉 确实跟不上啊 节奏 奥斯卡这种球员可能一对一 作为股内球员来说是很难的 可能更多的需要整体性的方式 对 看看脚球奥斯卡开起来打到后点 这个位置不错 来自乌磊的一次冲顶 球还是顶住了底线 这不光料理声防不住 放眼整个中烧 只能办远去防 对 你一对一的奥斯卡 那可能就阿玛度了吧 可能你刚刚摩依赛斯法 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稍微好点 对 但是现在台队需要摩依赛斯在前场去 发挥他的这种创造力 嗯 去让他盘活整个进攻 时刻再次打长传 看看一点球 六位王神超顶下篮 二点 巨星蹭了一下 乌磊回来点给奥斯卡 奥斯卡再往回溯 再让乌磊摔倒了 吉祥右脚的外脚背传到空档里边 刘宾斌没有追到球 现在我们看奥斯卡踢成前锋了 乌磊踢成前腰了 嗯 所以这时候如果 但是枪球鞋肯定有他的要求 如果廖一生诱读比赛的话 可以完全换一个位 就是让奥斯卡去 让后尾先盯 他来盯屋磊 有这种交叉去换位 但这需要比赛中迅速去决策 咱们现在进入主队山东泰山的弹幕抽奖口令啊 口令是泰山压顶啊 大家可以为球队加油助威了 大家可以在同情体育和同情视频里边啊 发送弹幕 泰山压顶 参与我们的这个弹幕抽奖 蔡伟均给到左侧 李文斌很聪明 左脚回给王大雷 这球呢 传的不是特别舒服 王大雷停一下之后再破坏 李文君抢到高空球 买提翔翔挑球 李元一预判了 看反击 斐莱尼 哇 讲过他一次非常精彩的上响 蔡伟康再挑 李文斌打到中路 正针 十颗 王大雷给到左侧 刘洋 开场这二分钟控球率三七开 嗯 投球在点莫伊赛斯 能不能完成转身 右侧是有空当的 莫伊赛斯在看 是一个晕晕套 对 莫伊赛斯中场转身 分到左边 自己马上前插去包抄 刘洋瞄了一下往中路打 陈普 陈普领一步 可以传中的 陈普左脚传 球被蒋光泰 挡了一下出的底线脚球 这球如果能够传起来 对 就有机会了 下底传中的威胁 菲莱尼就 威胁了出来了 对 刚才中间这个区域呢 蒋光泰已经出来了 对 就算张立鹏自己了 菲莱尼会有绝对优势 山东泰山的脚球站 前场阻塞的脚球 22号李元一来看 李元一逼上局啊 康克雷瑟 李元一开起来之后 往中路炫 陈俊玲把球摘下来 找的是刘洋这个点 蒋光泰 将中场给奥斯卡 陈俊拿一下传右色的空刀 徐新 徐新看乌磊 直接想打身后 球被正正挡了一下 王大雷出击把球拿到 王大雷今天控制的范围非常大 已经有三次在门线 接近这个大局线的位置拿球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海港队 面对台山这种盯人的防守啊 后排的插上非常多 就是因为他后排的插上 可能人盯人这种 他有一个这种反应的时间 可能来不及的时候 已经跑过去了 所以现在 在海港队在不断的去尝试 尤其是徐新啊 甚至是马蹄江 包括两个 我们看两个边后卫 就在不断的去尝试 后排的插上 中场的位置满天江出现了一次传球失误 哦 克雷桑和贾德松 两个人都在看台上观战 克雷桑呢 这场比赛是因为大腿肌肉的问题 打不了 贾德松呢还在停赛 其实下一场应该打荷兰就可以踢了 其实克雷桑的这种确认 对于泰山这种进攻的影响非常大 对 因为现在我们看泰山 不管是持球 向前推进 包括突破 甚至是很多的这种 很有想法的 目的性的传球 都出自己克雷桑 张俊玲给左侧理善 张俊鵬自己往前带 张俊鵬右脚长拳 想给身后找五类没有成功 中场的二点很关键吉祥 应该的李源一 刘洋 李源一 时刻 吉祥 劉宾斌 再给右侧 小球 劉宾斌冲起来 中路有两个点包抄 劉宾斌 没有看直接传 蒋公太把球解围掉 二点虚心 面对双人夹接 李源一有机会 给了莫伊赛斯 左边是空的 推过来 陈浦 面对两个人的防守 陈浦 加速走外线 陈浦 左脚直接传中 后点严峻林 张俊拿到 踢得非常坚决 泰山的 就是边路找菲莱尼 只要打成功一次 就可以发挥出这种 菲莱尼的特点 是的 泰山呢 是今年整个中场联赛 传中次数最多的球队 在此前 13轮内已经完成了362次 传中了 这个数据排名中上第一的 是 他们的传中次数 比排名第二的 国安是高出了近100次 对 而且 刚才知道训练的时候 练传中的这种训练内容非常多 嗯 他是非常喜欢边路传中这种打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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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人家是在上大核主航里 传中有点好的 没有人去防守了 因为都在盯自己的人 再来看了 非常明显 我得插的一瞬间也不越位 主声这一下太关键了 这就让我得拿到球的话 一对一面对王大雷了 正正因为这个次产球呢 好像有点受伤 看看是什么部位 他别扭到膝盖就行了 刚才这产球呢 确实动作是比较别扭的 现场确实非常热 借这个时间 球员们用冰水赶紧交交身上 交交头 这下产端非常漂亮 太关键了 这个提前的这种预判 线路的封堵还是非常到位 这车正正作为一个老将 这种经验非常丰富 正正这下应该没什么大伤 正好接这个治疗伤病的时间呢 大家进行了一波补水啊 现在比赛恢复进行 整整还没回来 刘宾斌呢暂时去优后卫 吉祥收到中间啊 保证后卫线的完整 接把球 菲莱尼给莫伊赛斯 面对蔡惠康 李帅也过来防守 蔡惠康把球碰了一下 助理财派 由于场边 这个跑道上有点水 太滑了 摔倒了 他是不是就是我觉得他是倒地上滑了一下啊 我看他那种很红啊 不知道是拔的罐 还是说擦破皮很严重的擦破皮啊 还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因为刚才呢 他受伤之后 助理教练跟崔康熙 他做了一手势 就是摸了摸那个后颈椎那个位置 或后背那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 郑征被李海龙换下了 对 因为郑征刚才看好像贴着机贴的 就是脖子这块贴着机贴的 那是机贴是吧 对那是机贴 我还已经拔了罐子了 不是 他应该可能是 还是这个背部有些伤势 有点伤 本身就有伤对吧 这球可能造成了伤势的加重 坚持不了比赛 那上了李海龙啊 换下了郑征 那这个对于防线是有一定影响 现在看看谁回去了 现在是刘彬彬回去 直接回去打右后卫啊 李海龙打前卫 李海龙是后卫前卫前锋都能踢的 嗯 他还是要换回来 李海龙去打打后场 我们看看待会儿 阵地带的时候他怎么站 李海龙是去打了之前吉祥那个右后卫的位置应该是 他现在在跟吕文君啊 跟到这儿了李海龙 吴来 凌空射门 哇 这球打偏了 泰山这个就防守了 就是你 你要不 不冷静的站会儿 真地站看不出来是什么阶行啊 哈哈 那李海龙刚才跟到左边后卫的位置了 现在又跟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了 咱们现在出京东八大神第三题啊 上不上升级时间内 泰山会有几次阅位 A是0 B是1 B是1到2 C是三级以上 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 在曾经体育和曾经视频的app里边都可以参与互动 而且泰山的这种防守策略 其实在这种天下 对体能的消耗也非常大 就是他可能一直在盯人盯人 一旦右手转空的时候 可能没有太多的体能去进攻 或者说这种强度冲刺去上 前场有一个菲莱尼普克雷桑 所以他直接很难踢出自己的速度 是的 所以像我们感觉泰山的进攻啊 确实缺少速度和这种强度 这对于海港的防守来说也更容易 对 但是问题好在泰山呢 现在整体防守做的还可以吧 没有给海港太多的审闻机会 但是像小龙想的 如果你这么防的话 体能效果会比较大呀 你海港反倒是踢得更省力的一方 下半场比赛怎么办 这次参与的进攻人数比较多 料理声能不能把球转出来 只能往回打了 石科 那现在石科跟吉祥正常是两个中后卫 李海龙是右后卫 那吉祥打到右中卫的位置了 你现在这么一看的话 贾德松回来还是很关键的 对 那后卫线 一旦石科和郑睁哪个人出问题的话 他就是仨中卫嘛 你就得必须得有人能踢才可以 吉祥打右中卫 在这个体系里边没什么问题 李海龙 莫伊赛斯 包括莫伊赛斯和菲来尼 其实也都有中卫的属性 都在比赛里边踢过中卫 现在感觉踢到这个阶段 双方的体重都出现了下降 感觉都在这种调整一下 另外一场比赛 北京关在客场一比零领先了成都荣诚 成都荣诚刚刚创了中超的连续不败纪录 还有深圳在主场一比零领先 武汉三镇 这教练从目前来看换的效果不是特别好 长城亚太一比零领先河南队 只有咱们这场现在是零比零 看着这色 凯山的反击 没有交出来 蒋公太位置站得很好 先拿到球把球给能降 现在刚刚我看了一下球迷留言 因为刚才给完克雷桑和贾德松镜头 又给了一个外国球迷 菜山球迷开始找 现在全网找的 开始挖什么法甲的资料了 找是哪个外源 现在我看已经找出来好多了 有什么法甲的一些 法蚁的一些已经出来了 正正这一下应该是伤病比较严重啊 感觉应该是背部 我们看他走路 这背部很僵硬 腿倒没什么问题 对 我们待会可以到时候问前方记者 他究竟是什么情况 他这个是不是直接去医院检查 回更医室啊 不太清楚 现在双方踢的节奏伤得比较慢 嗯 其实在这种天体下啊 很难打出快节奏 看看这球 左脚传 陈浦今天第三次变怒传中了 菲兰尼也在鼓励他 对 下一次就有了 别急啊 对 这球陈浦传的时机还是非常好 而菲兰尼包抄也到位了 陈浦的一些这种精减动 看的就有机会摸一下车到他的区域 先扣一下再传左侧 菲兰尼 菲兰尼左脚打满 对 很好的一次机会 左脚踢飞了 对 这是泰山队前场的逼抢啊 抢出了一次这种反击的机会 菲兰尼最后这左脚啊 没有处理好 而且感觉一直 我感觉这场地好像不是很平 球啊 在传球的这种滚动当中啊 有时候老蹦蹦跳跳 现在感觉我个人感觉好像海港的体能是处在劣势的一方啊 这一个接近期看来 泰山整个这种体能的这种训练啊 应该是不错 上半场比赛打了35分钟 看这次李帅 左脚传起来 变成了吊射了 这球应该是解围的时候已经出界了 对 先出界 所以是贴文球 这玩意儿保险起见 先踢出去 这玩意儿保险起来 现在泰山更多的进攻还是从边路 边路寻找这种传宗的机会 但是我感觉他们上不长比赛25分钟之后好像进攻的速度多起来了 对 也敢投入兵力了 我感觉泰山的体能要强于海港 是 好球失误了 这个球失误没有顶到进攻队员的脚下 对 但我们看这泰山队员失意熟 但是感觉好像是应该是没有 对 应该是没有感觉 萌营赛斯 海港现在这个防线有点乱感觉啊 进去里边 一个右脚的外角被他戳出来没有成功 感觉海港能这个体能出问题 就是他的移动啊 整体的移动 包括这种 速率 现在明显要略就要在泰山队之下 是 也许是车阳西指导对自己球队这种体能 现在天气储备啊非常的自信 对 因为他在连打两个主场吧 对 对吧 连打两个主场一直在济南训练啊 你海港是去了上北京 然后又回上海 对 回上海后就整顿两天 完了马上又来济南 嗯 看这次奥斯卡 这个吴磊 吴磊边落面的吉祥就往中路过 吉祥 背过之后刘彬彬已经补回来了 刘彬彬这个动作 财源示意没问题 这边张天鹏也上身体 第一下吴磊突得很漂亮 那刘彬彬的回防很及时啊 再来看一下 吴磊单吃吉祥那一下 没得说 就这个球过来了 然后刘彬彬给对抗 这球应该是肯定给不了点球啊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任何的问题 很合理的一个冲撞 在这时候刘彬彬彬是回的也非常及时啊 嗯 才有一个抗 对莫伊萨埃斯的意思犯规 上不上剩下几分钟的时间 莫伊萨埃斯的运修快开到左侧 刘彬彬打身后 塞没塞过来 这球如果能够通过高球打的话 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买蒂江再想给王生超 这是吹了陈朴的一个无球犯规啊 对王生超的一个犯规 现在双坏都在通过控球啊 去恢复自己的体能 嗯 当然抢球的一方呢 也不会注入太多的一种逼抢和强度 是 因为在这种天下下 踢到现在这个阶段 很难一直保持很高的强度 嗯 这边有机会 又是乌磊 林医兵回防到位了 乌磊直接传中落点不错 嗯 一点球顶下来 外围二连 买蒂江的射方 嗯 这条射的质量很高啊 对 买蒂江上一场比赛 打进了海港生涯的第一个进球啊 也是一脚逆足世界波 现在乌磊很聪明 因为任定人那种战友 他一直在拉边的乌磊 所以拉到边路以后 就很难去对位的去盯着 不可能把时刻带出来 所以我们看乌磊几次在边路拿球啊 非常的舒服 马蒂江 吕帅 马蒂江在接 没有机会只能往回打 交给门将 林俊宁 这种天体尽可能 不管是泰山还是海港 得到球权以后 尽可能不要丢掉 丢到球权以后 去奔跑啊 去抢就太累了 所以我们看 尽管节奏很慢 但我尽可能控制好自己的球权 在传导过程中 有机会去向前打这一下 而且这种一定要要求成功率 我们看乌磊江 累如江 对 他跑这一下其实很累的 找李山说 别挣了歇会 对对对 应该是别的意思 对 我们看刘雨昕 这个就我觉得这个天气应该比之前就是还刚打客场的时候北京那个三十六度天才能比较好 应该还难受 对 因为他这个太闷了 一眼峰没有下半雨太闷了 对 这个 球员的衣服 衣服几乎都已经湿透了 对 就是提到这个阶段 球员的每一次这种冲刺 每一次启动 都需要这种意志品格的 并不是说那种很享受 就是正常的踢 所以这时候就叫依靠整体这种拼搏精神 意志品格去踢 季翔 打成后打成了 看看这次刘宾斌 后点有陈浦 刘宾斌没传 空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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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分钟 还搞在客场率先丢球 这个球呢是刘宾斌突然插到左边后卫的一个身后 中间有个漏球 刘宾斌插过来之后没有越位 进去里边他没有第一时间横传后点 反倒是球意外到了陈浦的脚下 陈浦打空门得分 对这刘宾斌在边路的特点发挥出来了 这种速度 然后跑起来是一溜烟啊 追不上 这个球是看谁 莫伊赛斯带回来一个啊 没有问题 莫伊赛斯对 这个球李帅跟人也跟漏了 嗯 这还是李帅铲过去的 刘宾斌其实可以早传 对 早传就找一个担当 再来看 李帅追不上 最后是要是谁传的 应该是李帅铲吧 嗯 看不清 感觉像刘宾斌传的 他有意识传的是吧 应该是有意识传的 看这球带 应该是传的 最后是纯空门了 对 对 这球 莫伊赛斯这个位置很好 对 迷惑了海港队的防守 没错 刘宇斌这样启动 这一下 这李帅没有跟上 嗯 但其实这球就是取决于莫伊赛斯 霍没霍力 进球没问题啊 对没有问题 这个球呢 就符合上不上比他最后十几分钟的一个进球啊 海港里边体能下降 出现了一些盯人方面的追隆不集中不紧的情况 泰山在最后时刻抓了一个机会啊 嗯 这也是从边路啊 非常简单直接的一次向前的这种 呃 传球 嗯 文明这种在跟李帅的一对一啊 这种能力上 占到了优势 陈浦打破僵局 陈浦给大家送上红包 给大家可以抢红包了 这样的话 上半场比赛 比分变成了1比0 泰山先领先 就是这种球 跟海港体能下降 就是力不集中很大关系 嗯 就他不光是身体累了 他这个头脑不方便 他反应很慢 嗯 因为就太累了 这种消耗 所以我说这个泰山的体能 感觉是强于海港 嗯 尽管泰山人对人的战处 可能消耗更大 我们看 现在感觉海港队现在有点跑不动 又是一个抢断 摩依赛斯 没有直接往防线身后打 而是稳到左侧先 缓一步啊 刘洋 面对栖心 刘洋 改天过来防守 刘洋给到左侧 陈浦 从不想过人被抢断了 还即将好球 河洋把球破坏出边线 完成一次成功的破坏 对于泰山来说 能够拿着1比0的优势 回到更衣室啊 就是一个完美的上半场 对 接外球往中间扔 蔡维康大脚踢出来提响 投球 二连菲莱尼顶给队友 想直接给反差的原因没有成功 陈浦 很有经验啊 只要球权不丢啊 接外球也可以 太累了 上半场比赛也确实太累了 菲莱尼抢了一次高空球 加上一次对抗之后 也是插腰准势啊 上半场两分钟的捕食 对 真是需要咬牙 吉祥大脚开出来 一点力帅 顶下来之后 球出的还没出边线 莫伊赛斯 还是空节奏 对 哦 中间比比方的 说还有一分钟啊 嗯 再拿最后一次 就扣好球权 对 把这个 呦 吉祥里面差点失误 吉祥 投球回顶给王大雷 这个球上半场最后时刻 需要小心啊 对 这时候需要的 把1比0的底分保持到冬场结束 没错 好 那里收 李元一 再打身后 又是找莫伊赛斯 打李帅的身后 李帅先到位置上 杨锦琳出篮 所以我们将来看次刚知道 对自己球队的那种体能储备 还很有信心的 李帅 张立鹏 剪光泰 王神潮在给买提江 海港还能够组织一次进步 对 最后的20多秒 现在海港现在他控球有 但是他没有后排的插上 就比如像买提江啊 徐兴这种后排向前的插上 现在少了很多 所以他这威胁就少了很多 这球徐兴很聪明啊 吉祥倒地上 徐兴往他身上走 造了吉祥一犯规 给了海港一个任意球 再看啊 这一下 先靠身体 诶 然后正好是接触到吉祥了 马上摔 海港后的前场一个左侧的任意球 位置非常好 8号 奥斯卡站在球前 奥斯卡左臂上局 右脚开起来 后点的位置 凯莱尼完成破坏 空中的优势很明显 王哲让这次进攻完成 李渊又完成险文 这样的话主赛办王哲 吹响了上半场比赛 结束了邵音 山东泰山呢 在主场 在主场半场打完 1比0领先着上海海港 上半场比赛进球的是陈浦 他接到刘冰冰的助攻之后呢 在后点打空门得分 上半场比赛 整个前半个小时呢 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海港的掌控之中 但是在后15分钟 泰山开始主动攻出来 并利用自己在体能上的优势 是获得了一定的机会 而成功的打进了一个进球 上半场比赛 海港也有一些机会 但是很遗憾 有两次很好的机会 都被正争化解 整个半场 确实泰山也配得上领先的一方 上半场比赛的现场部分就是这样 下半场带着1比0的比分啊 进攻到下半场 我觉得泰山整个 对上半场这种人丁的防守策略啊 应该 我觉得应该信心更足 没错 尤其是看到自己的这种优势 下半场一上来 刘洋尝试一次长传 一点球张立鹏顶出来 王神超 那踢江啊 顺给吴磊 这球是石科跟得非常好 嗯 还是吹了石科的犯规啊 踢到了吴磊的脚 对 这下从背后的这种贴房 也是非常的凶狠 之前都是队友啊 石科在海港销利6年 俩人应该好像还是非常好的朋友 嗯 嗯 他们都是从小一块踢到大的不应该 嗯 在海港那好像俩人的关系非常好 对 然后石科呢最早是在绿城踢过是吧 嗯 在绿城踢 机会 嗯 没有传出来啊 陈普 给菲拉尼 菲拉尼身旁没人 先把球护住 回敲一下 奥斯卡摔倒了 这次打身后 长传 左边落 陈普 面对王神超 一对一的机会 感觉陈普在边路的这种跑动啊 非常犀利啊 蒋光泰解备出来 不停的这种防守进攻防守进攻 对于体能消耗非常大 刘洋再传出 好球 漂亮 泰山压挺 下马场比赛打了一分半的时间 边路一角 局妙的无限传中 菲拉尼高高跃起 把球砸进网屋 泰山下马场比赛扩大领先优势 这个球对于海港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 确实刘洋这球传的呀 可以说是太漂亮了 这种球对于菲拉尼来说肯定不会浪费的 是的 这太舒服了 就像训练一样 这时候露点太完美了 对 因为我们看刘洋拿球的时候 他有充分的时间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小法和这个力度 嗯 我们看啊他拿球 海港队员在投诉啊 看什么问题 这个过程是没问题的 对 这球王龙超这个上来的封堵啊太慢了 给了刘洋足够的时间去 而且你在中路有一个菲拉尼这样的球员啊 所以王龙超这种防守出现了问题 嗯 一旦点传出来了 你才去盯中路的球员去盯菲拉尼 那是很困难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任务 这个球刘洋的助攻太完美了 对 所以你要想限制可能限制刘洋 你是很难限制菲拉尼 非常漂亮的传统的 后排的这种插上 但是那个球的海港队员有投诉 我们不知道出现的问题的过程点是在哪啊 嗯 投诉可能认为可能之前的过程是有犯规是吧 是之前有犯规是吧 只能是这一点 不存在任何的 传中到投球不存在任何的问题 王哲的哨是响了 现在镜头满眼都是泰山队员沮丧的表情 比分板也没改 王哲需要去看V2 那是之前抢去 诶 这个是在泰山进去里边吗 哦 就这一下 哦 菲拉尼有个动作 菲拉尼有一个犯规 啊 这个球你说要吹犯规吧 也能吹 对吧 菲拉尼这种动作确实整个中超生涯来看 他确实比较多 但是他可能在欧洲踢习惯了 你看在欧洲踢 这个在英雄赛场中 这个在英雄 对 可能 就很多的嘛 对 其实这部对抗啊很多 但是你说这个球能吹犯规 他确实手上有动作 对吧 就看王哲怎么判了 就之前张丁鹏倒地了一下 他手上有一个 就是击打的动作啊 或者说拉人的动作 也不能算完全打吧 有一个拉人啊 顺势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是发生在刘洋接球前 对 王哲还需要再看整个后边过程是没问题的啊 对 所以说是非常考验裁判 对 王哲看完视频回放 想事儿比完手势 进球无效 有一个拉人动作啊 王哲给手势给的很清晰 他的左手呢是示意菲莱尼拉人了 再来看 再来看 就这一下 嗯 他关键也不是完全拉啊 他这个手掌是摊开的 有个类似打的动作啊 对 这对我确实 吹了 也其实存在一定犯规的嫌疑 对 你吹了你没得说嘛 对 只能说没得说啊 但是在费来您的对局 就理解里边 这球是没犯规的 就是 对 其实我实话说 确实他们外演络队 聊过这种 可能他们认为 有一些这种对抗 在欧洲确实是不存在 不踢了 对不踢了 不踢了 费来您的意思是吧 对 如果在英超的话 可能确实这个 费来您理解这并杆手的放冰 可能他可能认为是觉得张林桃 可能不存在这么 可能有一些表演的成分可能 费来您说我当年什么碰到 什么就是兰帕德特里这些是吧 其他的那些 其实这个东西吧 很难讲 因为我跟外星球 聊过这些问题 他们对于足球的理解 跟我们对于足球的理解 就是对抗上 是真的存在一些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真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种球吹了 怎么说呀 可能在国外也会有的吹了 但有的可能也不吹 肯定会有吹 对 可能有的不吹 所以但这个球 我觉得对于费来您来说 也不需要这么激动 你看他跟张林桃在交 其实我能理解他 所以他的理解就是这个球 可能是说的 可能他觉得是男人的一种 就这种是很很正常的一个对抗 你不应该去找裁判要犯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和可能欧洲的足球 对对抗的理解还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费来您就是替冲刀也这么多年了 他也应该也得知道吧 冲刀就是这个尺度嘛 因为他也不是第一次被吹这种球了 当年打华夏那个球是吧 是4比3绝刹还是几比几绝刹 那个球我忘了 那个球吹的是比较冤的 那个球确实没犯规啊 就和他在世纪辈的进球是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球吹了的话 手上确实是有动作 对 其实我们老说看最激烈的英超电子 他也有吹的 但也有不吹的 有的球感觉那两个人都打起来了 然后最后也没有吹 所以确实我觉得作为裁判来说 也很难去判断这个吹 对于裁判来说最好的解释就是 待会海港进去里边也出现个类似事件 你也吹一个 但是这边换人了 蔡卫康被换下了 蔡卫康被换下了 换上了刘晓龙啊 这是一个替补前锋 这个赛季呢 他只有过两次替补出场啊 打的时间是比较少的 一个U21的前锋啊 今年只有19岁 上个赛季在中椅的海南之星 是提比赛的进了三个球 他就是海港清训了 哇 这个哈贝尔是真的硬啊 就是这种情况都不上巴尔加斯的啊 就是就让 就是 其实你巴尔加斯之前跟哈贝尔有过这种 矛盾 非常激烈的冲突 这位教练来说很难去 哇 这个李元一带情绪了 这个应该是要适合 张立鹏也不满意了 李元一这个发起的对象 我觉得是有点问题 张立鹏那个球是 就是之前那个犯规那个球嘛 本身跟张立鹏没什么关系 对吧 他肯定要去找他们投诉的嘛 他也没有暴力的动作 嗯 李元一这个应该给盘啊 我感觉 看王哲怎么说吧 这个球明显已经带有一种情绪了 最近这一个判法倒是失衡了 球这时候非常考虑财犯 对 这个球明显已经控制场面了吗 马上要 这个球财犯必须要控制场面 要不然可能比赛就失控了 这时候财犯 作为财犯还是要自信 这次在西班牙养成的好习惯 说话捂着嘴 西班牙那边有专门这样一档节目啊 其实在柏林的赛场不用不解 哈哈 没有淳于解读 在国外可能那些球星啊 都受到很大的关注 可能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非常 事实上场下里有人有问题 这个球是完全黄牌动作吗 嗯 就已经不可能铲到球了 张立鹏呢 在经历了几分钟的平复之后呢 也是河里园一友好的拥抱啊 张立鹏只是就是面向啊 你看看他身材啊 面向凶而已 他实际上他不是一个脾气特别爆的人 对他踢球并不坏 对他是一个就是 他是踢球很凶很 很霸气啊 对但是他并不坏 嗯 而且是场下是一个非常 好和温和的 非常素质非常高啊 非常有素养的这名称 对啊 并不像在场上 给大家的这种感情 是 这个球是没问题的 程度干净的场段 莫伊赛斯穿刀 买西江也在铲啊 没铲到 刚才这波呢 裁判员也都没给牌 对 就仔细是凝人 也没问题这个处理 再给 莫伊赛斯能不能传到身后 前面频繁的上身体了 嗯 奥斯卡抢断 这个球是奥斯卡的犯规 乌磊队队队判罚非常不满 现在感觉裁判有点空不露场 对空不露了 就这我看来是一个好球 确实是一个好球 我感觉是一个好球 对 这就是裁判现在有点在找 就就我们中国裁判面临的 这些问题 这球奥斯卡看啊 对这次很干净 非常干净的一次抢断 不是你 就是你手软干嘛呢 刚才那个冲突你就可以完全给盘啊 首先产服就是盘嘛 其实张临鹏如果去找这个李源一去顶牛的话 你可以给张临鹏盘嘛 是 你需要通过黄盘去压火器啊 就裁判是有这些问题 就是他有时候他对一个判罚可能判完以后 然后他可能觉得对方不反应 他会之后的比赛去判罚吧 去找一找 其实这反而让双方都不满 你不能以错去盖错嘛 就是你还是要客观的去就是坚信自己的判法 这个比赛现在明显感觉已经压不住火了 双方已经不收动作了 对于采反来说考验非常的大 而且现在一定要压住 看后边的几分钟怎么发展吧 看看这一次 廖里生开起来 前点 张临鹏一点球解围 万为二点 在顶 顶和他近距离 又是菲莱尼 二点球的元一蹭一下 菲莱尼去强万为打凌空 也就打偏了 现在反而这个刚才这两次冲突啊 可以让整个比赛更激烈 嗯 双方这种肾伤限速啊 起来了 所以可能在体能消耗啊 或者说感觉很累的时候 反而是一针强心剂 在币 Dot 我来讲废ate 恩 那就是 生育结果 穿出来 康克雷斯抢断 没一段球了 莫伊赛斯推反击 四打四 四打五 莫伊赛斯快点交给菲莱尼 奥斯卡上红来延误一下 这个奥斯卡防得好啊 奥斯卡如果稍微慢一点的话 右边路的空档就被泰山利用了 泰山这波反击快没打成 也丢球了 刘洋丢球 康克雷斯往前带 刘晓龙给到奥斯卡 奥斯卡分到右侧 买提江 一对一 买提江换到左脚 这球直接传起来前点 李文均 李文均还有机会 挑起来 倒钩射门这是 这球应该是想倒钩传球 想传球 应该是打撕了 跟乌磊应该有一个默契 他想传给乌磊 但踢撕了 方大雷抱着球之后 盯着裁判 指着这个施哥说他受伤了 再来看啊 这个球 第一下传前点很妙 李文均跑得也好啊 跑得非常漂亮 传得也很贼 其实明显想传乌磊 没有吃争步 啊 肯優磊在热身上一场比赛对亚太太 他打进了戴尾巴山的第一个进球 看不见了 会给他多长时间啊 不过来你和张立萌还聊呢 我觉得英本龙在80分钟左右 非然能够上场 利用他这种速度 多打出一些这种快速的反射 而且在这种天地下体能消耗 对于他的这种发挥是很有力的 海港替补出来刘晓龙 目前是站在了右边前卫的位置 他替补心上 哪怕你不用巴尔加斯的话 能打前锋的 还有马苏平科和李胜龙 用了一个经验相对少一点的 19岁的年轻小将 看看效果如何吧 欧彬彬 换到左脚 这一次传 一传起来 诸如是一个4位4的局面 奥斯卡汤过来了 乌磊接一下 乌磊再给奥斯卡 中路有吕文君 奥斯卡的观察 中路空了 奥斯卡知名一传 看看怎么选择 奥斯卡面对了李生 奥斯卡左脚传起来 中路投球 刘晓龙的投球顶高了 这球奥斯卡 节奥把控的很好 传的也非常到位 确实刘晓龙啊还是 一看投球并不是他的特长 包的点不错 但我们看这球应该没有出征步 这个球你有个平科不就 或者李胜龙不就能顶进去了吗 再来看一下奥斯卡的节奥太好 刘晓龙拼了命的回追 这场比赛给刘晓龙勒够像 我估计刘晓龙可能也打不完整场 这球面刘晓龙 投球的技术有待提高 上来之后可能 这是他打的最长的一场中套了 而且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一个对手 确实可能有点紧张 确实一定会紧张的 现在感觉开场以后下半场 感觉泰山队把控节奏把控更好 现在海港感觉在0比1落后的时候 球队并没有很统一的思想 是的 踢的有些乱 长转张立鹏直接回给门将 杨晓龙 也打长的 1点球 在位置上 刘洋顶到了刘晓龙的身体上 再抢 吉祥踢了一下 这球缺了李文君的犯规 就是你作为泰山队来说 不怕这种长传的 他人定人的战术 怕的是你这种耐心的传导 后排的插上 看看这球 陈浦 传中球前点 张立鹏破坏 对啊 把球传起来 这种地面的球并不是费兰尼的特点 买提江好球 很合理利用身体 泰山防的也不错 三防一 不让买提江出球 最终是成功的赢得了球权 拿到了接外球 这拨房子确实好 原因现在中场像一个斗势一样 海港中场有点跑不动了 对 他刚才 现在买提江等了半天 中间那么大的空档 没人来接啊 就现在我说嘛 现在海港那种思想不统一 嗯 就到底要怎么去组织那次进攻 现在感觉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那相反 台山现在进攻 我们看相比上场很大的提升 陈塔山火着前场左侧的任意球 小龙上来之后拼劲很足啊 防守端也很卖 卖力 这球是顶到了刘洋的膝盖 上得太猛了 刘洋来开这一次的任意球 刘洋来开这一次的任意球 右脚开起来 前点有机会漏了一下 哦哦 刘洋这一下很聪明啊 现在 整个这种场上节奏啊 气势啊都在台山这一边 是的 现在海康明显感觉是要发懵了 球是越位 对 即便不碰球球进了也应该也会无效 他确实干扰了人间的判断 刘晓龙拿球之后 没有交出来 刘洋断球之后给师哥 师哥传出来陈谱 陈谱赛推摩依赛斯机会 摩依赛斯怎么来发展 往处给 刘里生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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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龙的犯规 对 现在台山两个人的防守 侵略性非常强 嗯 就上半场的 下半场的防守比上半场 强度更大 我觉得这应该中场休闲 崔康熙 对于上半场一些地方不满意的地方 嗯 跟队员特意强调 就是你的防守一定要更凶狠一点 因为这确实 刘晓龙在带我们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一直在强调 嗯 尤其是背声的时候 一定要更凶狠 不要太软弱 别怕反规 对 所以说这个非常要非常的强硬 嗯 买提将往中间传 力量稍微轻了一些 这是吉祥的一次保护 刘洋给成虎丢球了 王神超顺势推给李文娟 李文娟 李文娟又要传起来 中路有机会 这边是被李海龙 对 位置选得非常好 将球率先解围掉 这次李海龙往里收的呀 位置非常棒 对 这个球啊 专注力非常的集中 这相当于一个进球的防守啊 对 李文娟球传的已经很妙了 第一时间就把球送出来 而且点很好 这球李海龙体现了自己很高的这种水平 嗯 看看角球 拿吉江来开 马吉江的左脚开下来 中路 菲莱尼完成解围 二点球 徐欣再给右侧 马吉江回来接一对一面的刘洋 马吉江再打回来找徐欣 徐欣往中间塞 进去里边李文君 走外线 再打 又被莫伊赛斯挡掉 这个球应该是吹越位了 对 那这球徐欣传的是很有想法的啊 再来看 这叫直C球 确实明显越位 换刘洋 换刘洋 换孙国文 对位的调整 对 还是增加 菲莱多也上 增加这个 一是体能 二是边路的这个突击能力 还是要尽可能从边路啊 多做一些文章 对 菲莱多呢是换刘彬彬 咱们现在进入上海港的弹幕否定抽奖环节 人心奇 泰山仪 大家在腾讯体育腾讯视频的APP里边发送弹幕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奖品抽送了啊 现在 菲莱继指导还是想从边路 多给菲莱尼提供一些支持 嗯 你只有边路传统以后 菲莱尼才能发挥他的一点作用 二连球莫伊赛斯巨抢 嗯 人摔倒了 但是球还在海港的控制范围内 姐妹出来 就像 就像我们现在说海港他现在踢的很乱 嗯 他现在没有阻值了 这让奥斯卡特点都没有了 莫伊赛斯没越位 对 莫伊赛斯左边路有空档自己射门了 看到了球门后脚的一个空档 没有压住 小林多的一个做球 叫李生传的 嗯 海港感觉防线没什么人了 通常已经完全被打透了 现在海港的队神已经散了 对 就中场的这种位置几乎没有 我们看中场一片真空几乎 就太轻松能够打到这个封线上 对 泰山这经过 吉祥顶给10颗 10颗 就在顶 吕文君一脚往防线身后送 吉祥过来 顶住边线 完成破坏 王神超 直接往前带两步 再给奥斯卡 突然给王神超 王神超 右脚传中 准备挡出了底线 继续脚球 是廖李生的特点 嗯 不犀利的这种拼抢奔跑 哦 李生龙要上 封线继续佳人 封线继续佳人 奥斯卡来开脚球 奥斯卡的右脚开起来中路 1点球 又是斐南尼 连续两次九位战的解围 抢2点 费南多 给队友好了 斐南尼 左侧斐南多 冲起来 斐南多面对徐欣 这一看还不是自己最佳的状态 对 他最佳状态可能这球已经下了 已经减速了 就我们认识的费南多 这球可能对他来说是很好的 强突费南多 左脚再扣 摔倒了 嗯 王哲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吹了犯规 刘晓龙的犯规 就切上去来了以后啊 我们看费南多的 尤其这阶级 他的身体状态明显得到了很大的 对 这一定是他训练的质量保证 就我们看直接费南多这种突破 几乎是没有的 对 因为他没有这个身体机能做支撑 啊 是踢掉了他的这个右脚啊 带到 带到右脚了 这个位置的扔影球对于泰山来说是非常好的进攻机会啊 这个位置对于菲莱尼 我们看镜头给菲莱尼了 看了 我觉得很 就是泰山队友啊 一定会为菲莱尼该挡拆的挡拆 嗯 该帮他跑位的跑位 目的就是为了菲莱尼完成最后一击 魏震上 魏震 魏震和李正龙换下徐欣和李帅吧 嗯 就是现在海岛的体能啊出现了问题 嗯 你看进攻上不去 防守都非常松散 就是体能就支撑不了了 嗯 那就是 李文君回去打边后卫呗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李生龙在封线 嗯 然后魏震的是踢腰的位置好 因为他中场现在确实硬度不够了 这球各位应该是直接往门里兜 碰到了 紧不碰到也紧 所以对于前点的这种防范非常重要 还有 莫伊赛斯 右脚果然 啊 脚法没控制好啊 嗯 你看菲莱尼也是一好球 其实就想往菲莱尼的身上去胡 就转着一下 我们看菲莱尼 哈哈哈哈 高了这一次 但也是好球 咱俩想一起了 哈哈 菲莱尼这种球呢 他确实是 因为他毕竟在这间联赛机油的习惯 他现在已经改不掉了 对 他正常球的时候他小动作其实特别多的 但这种球呢 因为他在他里面他就是不犯规啊 他就给你动作 关键你跟他之前对抗的什么范代克啊 什么这些 对对对 他也很难去倒在地上 对 可能双方动作都很激烈碰撞 但你到了现在我们的赛场 没有跟他同等的身体 同等的对抗 对 所以他可能觉得 似乎张静鹏有一些假摔的行为 这个球呢 是孙国文在背后好像是采货带到了刘小龙啊 被吹罚的犯规 海港也获得任意球 李胜龙争完一点之后啊 也是 并不是故意的反规 孙国文这件身体状态也有一定的问题啊 徐欣被换下了 特冠今年也没怎么打 整个徐欣整个身体状态并不在最佳 对 感觉并没有发现出他的这种真正的能力 看看任意球 奥斯卡 奥斯卡右脚开起来这个落点不错 同球 前点 奥斯解围 开探的反击 李元一自己往前带 威震在回追 李元一往边路趟 身旁有没有队员接要面对两个人的防守 往中路带一步传出来 菲兰尼 再给李元一 菲兰多在右边路 菲兰多面对威震 对两个人 确实是不敢扑他呀 他启动那一下 现在确实感觉已经回来 不能说回来满城公里吧 至少就有一半以上了 对 好球吉祥 吉祥抢的漂亮能不能传出去 这球线路太直了 吉祥就是想法很好 看好了菲兰多 对 就没控制好啊 但不看对抗上 乌磊明显已经软了 没劲了 是乌磊现在也在应该是咬牙在踢了 嗯 李文君 奥斯卡 奥斯卡也没劲 表里生今天真硬啊 表里生是球员 我跟他一队呆过一面啊 就是真的体能非常充分啊 一场比赛下来如果测跑高强度和这种平均的跑动数据 嗯 基本上都是明点前萌 前两名前三名 他的特点就是这样 嗯 他可以靠大量的这种跑动来去弥补自己的缺点 嗯 所以说西方局长来了以后我觉得对于廖利生这种特点的了解啊还是非常清楚 嗯 通过训练的观察 能他的这种占助体力就需要这么一个球员 正常是廖利生我们看得到了重用 看长的菲莱尼 哦呦 后背停脚 菲莱尼传出落摩一赛哥 嗯 还有机会 菲莱尼再强 迈维尔连奥斯卡控制 开港的反击 奥斯卡传出来给乌磊 买提江 机会 买提江给奥斯卡 传的稍微有些大奥斯卡可以拿 奥斯卡面对吉祥的防守 奥斯卡右脚直接传中 后连有机会偷球 王大利 还有机会跟进 二连百机江 脚跟磕给王真超 搓起来 找乌磊 乌磊机会再来一个 哦哦 再跳 李胜龙进球了 追平 这个球第一时间助力才卖没有去越位 连续两波投球 第一下刘晓龙的投球呢是被王大雷神扑拒绝 后来乌磊投球顶在横梁上 李胜龙跟进补射一比一平 这两次传中啊都非常的棒 太漂亮 对 而且我们看尤其第二次传中终于找到了乌磊 也是投球能力最强的 前两次找到刘晓龙啊 这投球不是他的特点 对 其实都是很好的机会 他并没有完成最终的得分 最后这下有没有问题 这个球传得太漂亮 第一下没问题 第二下也没问题啊 李胜龙呢是在球后边啊 这个传到刘海龙最难受的位置 对 就是他又得盯球又得盯乌磊 而且乌磊是迎面去冲 刘海龙是往后倒的去防人 所以这个很困难 这个就是比赛的 我们老说就是 所有球队都会抓的一个 防守上的问题 是的 刚才这次击中衡量的是海港本赛季第13次击中门框啊 嗯 他们终于运气站在他们这一方了 今天门框助攻了海港 这样的话比分来到1比1 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进球过程应该没问题啊 刚才刘晓龙呢在球队进完球之后呢 也是跑到场边啊 和哈维尔拥抱 确实给了他足够的时间 对 其实我们看崔康熙还是多少有些不干 因为确实整个现在场上的局面来说是 泰山踢得更好的 嗯 而且可能海港更多的靠这种反击 奥斯卡个人的这种能力 来去寻求推进和传传中的机会 但这就是球星的作用 但是在这个球球之前呢 泰山刚有一次机会 就是菲兰尼背部停球那一下 嗯 没有把握住 然后这边马上掉头打一个 今天班达成第五题 胜余比赛时间内 哪支球队获得更多的角球 A是泰山 B是海港 C是数量相同 这次又响断了 王神超往中路给 李盛龙地下没挺好 远一 给右侧 中场上响 奥斯卡险些抢下来 李盛龙观察右边的位置啊 给菲兰多 传递力量有些球 这一下呢 是菲兰多先站住位置啊 造成了犯规 菲兰多很明显就是他 肯定距离尖锋还是差很多呢 差很多 差的非常多 动作呀反应啊都很慢 对 只是说他跟刚来到泰山队 有了一定的提升 对 就你和打仓中那场比赛比的话 这肯定已经提升很多了 现在一看是可以用的 嗯 之前是基本上还 只能是训练的 是的 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啊 1比1 只有15分钟甚至20分钟 我觉得双方肯定还会有机会 还会有机会 对 因为现在 两队都不想要平局好像 对 在1比1的时候两队可能都要全力的想办法去再进一个 嗯 现在是位阵防菲兰尼啊 位阵防就更想要 哎 王哲 王哲犹豫了好久 吹了个犯规 这边韩岗他要打反击了 他是是不是得到助理裁判提醒了呀 这个球按说已经是过去 你看他的位置 你看他的位置很好 吹你就第一下吹嘛 而且这球也不存在几乎有力的情况 啊又上又响了 任意球不能快发吗 是 这 吹康犹有点懵 他有点懵 还得试一下 泰山的一次任意球 料理生来开 这是机会啊 料理生右脚开起来看看落点 后点的位置投球 过一赛斯抢到了 但是没有控制好角度和力量 顶高了 嗯 几次料理生的这种定位球罚的 这质量是非常高 嗯 质量比达料理生翻开是非常出色 好球 位阵转身 给右侧 哎 其将还有体能 嗯 中场李生龙在空档里边接 李生龙 底下没有看到自己右手边的这个空档 没有完成转身啊 打回来之后给他讲光碳 张立鹏 奥斯卡 赵斯卡知道他可能在对方进区边上很难啊 现在先回撤 先把后场先稳住啊 这球非常聪明啊 王申超左脚打反向 李生龙去追 这个球最终应该是泰山的球权啊 简直就是碰到了李生龙了 去试沃敌 起来 三重武器 我ですか 反正能量 五重武器 能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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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感觉泰山换了两个边路以后 作用并不是很明显 这并应该是还没有起到 浙江西指导换人的这种战术目的 这并没有给这个菲莱尼提供 更多的这种边路团中的机会 浙江的也是在上一场打完北京公安之后 接受了采访谈到了就是他对于哈维尔 哈维尔给他带回来的久违的自信心 而且刚才我们中场看那个小片里边也介绍 他说他从来不打游戏呀 铺鱼训练 确实可以看到体能确实好 这是那个进去的过程 把这张传的好啊 这张传的真漂亮 这张补射就没办法 大家注意力都在低一点的球上 然后弹下来之后 你看最后的十分钟 菲莱尼 菲南多转到左侧 陈朴给到边上 好球 这次套上非常及时 孙国文的左脚行马 川中被打了一下 传起来 刘晓龙的积极的回访 对 这球 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确的传中指定 奥斯卡面对廖立生 廖立生反正很聪明 手稍微搭了一下奥斯卡 马上收 也不会被吹犯规 还把球抢了回来 在体能这个对比上 肯定奥斯卡是要输于这个廖立生的 越到比赛最后阶段 可能廖立生的体能 优势越明显 看来干这个 干丁奥斯卡这活就得廖立生干 一般人跑的这活 要盯八二分钟得盯兔了 可能奥斯卡离开中国 一场最深的就是廖立生 铁兰多好球 这一下领球漂亮 自己再往前带 他这个就是 他造了一张黄牌啊 这个就是他和巅峰的 正常的话巅峰的他 先得造张黄牌 造几个犯规 然后还得有力 打成反击之后再补牌 你看他带球的时候 是已经想到要摔了 就是因为他已经没劲了 你看巅峰的时候 他就不会想摔了 就是现在这个球我就要过去 形成机会 慢慢来嘛 跟他的年龄各方面也有大关系 不可能在这个顺序 像我没理解的小摩托那么去踢了 但是现在感觉就是 他的这个年龄和情况的话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提升空间是吧 对 就是对于球队的帮助 应该可以共享进攻 对 黄振宇上 黄振宇和张池吧 对 李源一 其实黄振宇对位的换人 也是这种 在球场功能属性是一样的 就是这种奔跑 船机 张池对位也是换陈朴 飞来尼 机会 船号 嗯 这边非常痛苦 顶了一下腰啊 李源军吧 李源军后边打到了 左边后位的位置 打回去了 看来会打 球打的后背 现在台山的边路 如果能多一些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比如一对一啊 变相启动啊 这样找到更好的摆脱 传球的时机 这样威胁才能完全出来 来 提江代表踢出来 李胜龙去冲二点 李胜龙到了二点的位置 这一下吉祥关键啊 今天今天吉祥在正中下掌之后 打上中卫表现很好 其实吉祥很有经验 他先往后退了一步 给了自己助跑的这个这个时间 嗯 去拼着一个二点中 摩依赛斯面对位阵 往中间打进去 这边有机会 张楚川 菲莱尼底下没打上 买提江回来了 奥斯卡把球转出来 欧雷 这个谁是防盘犯规 这也是一战云犯规 吉祥做弄的时候 也马上向裁判示意啊 他就是要的一个最终的效果 这球若有一点 乌雷转身向前的话 这很麻烦 对 一个二一一个插上乌雷 谁很难追上乌雷啊 嗯 你吉祥后边没人了呀 就要是一有中卫了 你看这前场的腰全在进攻呢 啊 第二下带了一下 这下必须把乌雷 必须带倒 对 必须带倒 吉祥脑子很轻浮啊 对 非常清楚 在瓜队正常时间都很了解 嗯 木雷也没实力 没说什么 也不是能理解这动作 对 他不是一个伤人动作 对 他就是一个战术反规 吉祥第二下 关键是高抬腿去踢人这一下 嗯 这一下可能是带危险的 他没办法了 他一下没放倒 对 他得确保啊 屋雷不能过去 肯定啊 你过去以后下来 就是 嗯 饭碗没了 哈哈 崔强你知道 就对 肯定会 这个 这是球员的能力问题 吉祥 给他左侧 新国文 时刻 吉祥的长船 打右侧 宇文君很聪明啊 假跳一下吧 球让出边线 比赛应该 还有最少十分钟啊 这个比赛下半场 中段冲突啊 V2的介入很多啊 至少也给个 最少得五分钟才行 甚至给他五分钟以上的不是 宇文君转出来 没有找到乌磊 厉害龙 做了一下力量 没做好 咱们吃了时刻的犯规啊 现在台山队整个阵型压得也很靠上 嗯 如果一旦这种二点球控制不好 我们看 拼得非常凶 如果控制不好 就给了 这李尚龙啊 乌磊这些反击的机会 嗯 尤其是后场的这种空间很大 就可以冲起来 所以作为台山队来说 这些后卫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嗯 买提江 靠身体挤住黄振宇 把球护好 左脚走外线 两个人过来防 想要个脚球 没要到 黄振宇上来体能还是非常充沛 嗯 在贴防买提江的时候 还有优势 马天要被换线 杨水远在上 阿翔 奥斯卡 直接转出来 李正龙给到身后的空刀 李海龙将球踢出边线 李文娟将转身 外围选择打门 这球处理的有点草率 李正龙的事 比赛到这个阶段 谁也不敢贸然的玩命空 就是常规打 有机会抓一招打成功率 这边菲莱尼和魏震爆摔 上场之前肯定就是干那活了 哈威尔跟他嘱咐了很多 应该是细节上的东西 你们看 他防守是永远在菲莱尼的身前 正常可能防守之前都是在身后 这样菲莱尼又是出来 他现在等于在身前 因为菲莱尼他没有速度 即使漏了 所以你很难追上那个球 他不想克雷桑 所以一定为人的上场 带了很多的这种 防守的要求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进球 李明明这一下 陈谱的星球 这感情器械袋借好长时间 王晨超 跳出来 一点球 球被孙国文顶住边线 比赛马上进入商店50了 长时间最后的几十秒 王晨超过来扔界外球 哦呦 我好像是个大腿的拉伤 有点累 快拉了 还没拉 加油 快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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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6分钟的商丁牧师 一点球黄正宇顶下来 王神超大脚踢向泰山的半场 球出边线 右侧有机会张驰面对吕文军 张驰队友套黄正宇的禁区里边 黄正宇打完 走球张立鹏不敢怠慢 走球解围图的底线 这球黄正宇后拍的插上 连停带射着一下 非常连连贯 对 而且非常有这种突然性 这球严峻林还是非常非常专注 对严峻林做出精彩步骤 再来看张驰地球给的很好 对这种黄驰很很自信啊 射了一下 其实射的质量也非常高 泰山的脚球机会啊 这是他们的绝杀机会 廖里生来开 廖里生右脚开始来中路 这个点赵斐达尼 又是威震的解围 刘晓龙往边路带 时刻有点跑不动了 对对跑不动 孙周文 孙周文直接放散 嗯 这个球如果犯规的话 也是一张黄牌 对 我是一个战术犯规 孙周文这次反规还是很及时 嗯 你看刘晓龙这名球员应该速度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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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山的教练组对这次判罚不满意吗 比赛有三分钟的补食 张天鹏打长的看个一点球 领出了边线 张立鹏 杨世源 王胜超 回敲 蒋光泰 杨继琳大脚踢出来 吉祥往右侧转 好球还有机会 张池去冲 非常漂亮的转移 面对吕文君 张池往回带两步 交给队友 廖立生 面对奥斯卡给到张池 张池他持球的能力 包括他经验是非常丰富 他在边路有很多的这种 我们看非常细 漂亮 黄仲宇 这球又是卫阵的防守 张成的上场其实在边路还起到很大作用 对 他处理球的合理性非常好 他和卫阵也有默契啊 而不是他和这个黄仲宇也有默契 好几次配合在这打 黄仲宇的上场 张成的上场 其实在进攻当中是有很多亮点 看看脚球战 镜头再次给到菲莱尼 廖立生之前几个点开的都太高了 这次廖立生看起来还是高高的后联 菲莱尼紧昏出路 还有机会 菲莱尼坐回来 黄正宇 黄正宇左脚再传 有折射 菲莱尼头球一蹭 菲莱尼半转身凌空射门 这个球没有力量 对 没有发展力 太呲了 就是找这个糕点啊 不讲理的糕点吧 这都快是蒋光泰 嗯 杨世元吃了一张黄牌 应该是一个阻挡快发 对 先是有个犯规 阻挡快发球 吉祥往后点掉 找菲莱尼 一点就菲莱尼顶下来 中路张立鹏破坏 五十还有最后的十秒钟 廖立生顶给队友 李海龙 面对乌雷好球 廖立生 再调左侧 菲南多 菲南多左脚直接传后点 太深了 对 这球这么处理也没问题 对 想法是不错 再给到边路的球员 边路的下底啊 或者四五度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当然这个球 菲莱尼跑出来 这个机会也有 但是菲南多的脚法 没有控制好 山东华主赛办王哲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了刷音 最终的双方是 在这场比赛里面打成了 一比一平 上马场比赛 双头泰山呢 是最后是个陈朴进球 帮助球队取得了一平的领先 下马场比赛 七十多分钟 有李胜龙在门前 投球补射空门得分 帮助球队在客场带走一分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陈康熙带领泰山 八场比赛依然是保持不败 而海港 在金股榜上 把他们的领先优势 领先同城死地 深花的优势 扩大到了五分 这场比赛应该说 双方都拼尽了全力啊 确实在这种 天气条件下 双方打得都很玩命 很多人都已经拼到了透支 哈维尔呢 这场比赛可能初始的换人 大家觉得刘晓龙呢 这个换人不太正确 但是通过后边的比赛来看的话 刘晓龙也证明了自己是有特点的 无论是进攻端的这种活力啊 编度的冲击速度 还是在防守端的这种努力程度啊 都是没问题的 一下子的此外来说